这个地方坡就是坡截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你看这个坡环每一个指点都往上震 同时这个坡环就往下震 这个往上震这个往下震 它这样子震荡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弦 那我们会看到一个坡环 这种形状 因为我们视觉有占流的特性在里面 那么我们也发现坡截 这个叫坡截 就是它的正伏为零的地方 始终都为零的地方 那么它的位置呢 我们算是倒过 就是等于这个 等于二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 M等于零就是这一点 M等于一就是这一点 M等于二就是这一点 那么这个 政府最大的地方 我们称它叫做坡截 那么它是四分之一波长的基数倍 M也等于零一二三 零的话在这里 你看这是零 那是四分之一波长 那么这个地方 再过来呢 这个地方是M等于二 四分之三波长等等 那这个 每一个坡环的长度 是二分之一波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个柱坡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函数来表示 我们倒过 那么我们上次已经用过 这个边界条件 X等于零的时候 Y零T等于零 那它在这个地方啊 也是始终不动 那就是X等于L的时候 它也等于零 那么L等于L的时候 任何一个时刻 它也等于零 那么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呢 这个等于零的话呢 任何时刻都等于零 那这个不一定都 这个不是每一个时刻都等于零 那这个也不是零 这个也不是零 那就是这个等于零 K 3KL等于零 你们书上面 你们讲义上面 这多了一个2A 这个2A不要 那这KL就等于Nπ N也是一个整数派 整数 于是我们就得一个 很重要的结果 所以说一个坡要产生这个柱坡的话呢 不是任何一个状况它都能产生 而是要这个坡的坡长 是这个两个固定点长度的 就是两个固定点的长度 是坡长的 一半的整数倍 满足这个条件呢 才会产生铸坡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好 那么 这个条件啊 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学坡的时候 这个 入坡的条件是很重要的啊 好 所以说 我们一根旋 两端都固定 它在震荡的时候啊 只有某些特定大小的频率 特定大小的频率 就是有特定大小的坡长 它的坡长 就是 坡长要满足这个关系 旋长 等于坡长一半的整数倍 这个时候呢 才会产生铸坡 这种形态的铸坡 我们称它叫做 normal mode 就是典型的一个模式 或者一个标准的模式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两端都固定的旋 它铸坡 它的铸坡 所谓normal mode 正常的模式啊 刚刚讲的那个不是一个式的哦 它n 等于123456 一直到无穷大 所以它有无限多个正常的模式 我们把这个条件 这就是产生铸坡的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带到这个 这是frequency frequency 乘坡长等于坡数 那么旋的传播速度 正应在坡在旋里面传播的速度呢 是等于根号s over mu s就是张力 mu就是这根旋 每一公尺的质量 是多少公斤 就是叫做质量密度 长度的质量密度 那么我们就得 这个f呢 原来是跟这个n有关系 因为它是个波长 跟n有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fn 这个l用这个带 2l分之1 等于2l分之n 就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一根旋在震荡的时候啊 它频率的正常模式 频率的正常模式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n可以等于好多个词哦 0 1 2 3 4 5 6 都可以哦 所以呢 凡是满足这个关系的 这n可以1 2 3 4 5 6 那么这种频率 这一系列的频率 我们称它叫做harmonic theories 叫做谐音系 谐音系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从最简单的开始看 好 这个两章固定 那么它最简单 最简单的就是啊 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波环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嘛 一个波环是二分之一波长嘛 所以这个是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因此我们把n等于1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啊 我们就得到F1 F1 F1等于什么呢 等于2l分之一根号 s over mu 那么这个F1呢 这个频率啊 我们称它叫做七频 Fondamental Frequency 就是最基础的一个频率 最基本的一个频率 那么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 它叫做First Harmonix 叫做第一斜正波 第一斜正波 这个都要记住啊 好 那么我们再看复杂一点 两端固定的弦 有两个波环产生的时候 那F2呢 你就把n等于2带进去 那这个正好是等于什么呢 两倍的2l分之一根号s over mu 是等于两倍的F1 就是七频的两倍 好 这个F2 我们就称它叫做第二个斜正波 Second Harmonix 又称为第一个斜音 First Overton 第一个斜音 这要记住啊 要不然你做题目做不出来啊 有题目告诉你 它是第几个斜 范音啊 你就知道它 比如说第一个范音 就相当于第二个斜正波 OK 好 如果有三个波环的话呢 那我们把n等于3带进去 这就相当于七频的三倍 那F3就成为第三个斜正波 Third Harmonix 那么Third Harmonix又成为 Second Overton 依此类推 OK 好 那么第四个波环的话呢 那么F4就等于 n等于4带进去 等于4倍的F1 它成为第四个斜正波 又成为第三个范音 Third Overton 都是一指类推啊 那么因此啊 一个震荡的一个 谐音系里面呢 它有无限多个频率 那么这个频率呢 我们都称它叫做自然频率 每一种频率啊 都是它 由它的 本身的长度 跟本身的质量等等 所构成的 这个 这叫做自然的频率 自然频率 Natural Frequencies 好 那么如果 我们外界的震动体 你的震动频率 恰恰于这个自然频率里头的一个相同的时候啊 它会使这个 旋的那一个模式 产生震动 这种现象我们称它叫做共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小提琴没有人拉 摆在这个 校室的一个角落 没有人动拉 但它没有声音了 可是在另外一个角落 有一个人呢 在拉小提琴 这两把小提琴都已经对好了 然后你听这个 没有人拉的这把小提琴啊 它会有很小的声音在里面 这个声音就跟拉小提琴的 被拉的那把小提琴的声音啊 是跟它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那把小提琴在拉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的频率啊 跟这个没有拉的小提琴的频率 自然频率里头的一个相同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频率震荡的这个 这个情况从空气里面传过来 传到这个没有人拉的小提琴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频率跟这个自然频率一样 它就会让这一根弦 以那个频率再震荡 所以它会发出声音来 那么这个叫做 共振 Resonance Resonance呢 它是 什么东西 只要是有固定形状的东西啊 它都会有Resonance 都有共振现象 比如说我们一个杯子啊 一个玻璃杯 或者是我们一栋房子 或者是一座桥 你做好了以后 成型了以后 它都有它的频率 它有它固有的频率 那就是它的自然频率 如果你外界的震荡 跟这个自然频率里头的一种 一样的时候啊 那么会使得这个 这个物体啊 产生共振 共振 玻璃杯 可能就会 如果震荡的厉害的话 会破掉 屋子 如果遇到地震 地震的频率 如果跟这个屋子的 自然频率一样的话呢 这个房屋也有倒塌的可能 还有桥梁 如果遇到一个怪力 比如说风吹的力量 如果是一个吊桥 风的频率 如果跟这个 正风的频率 如果跟这个桥的自然频率 一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桥也可能会断 我们等一等 有影片给各位看 我们先把这个 这张的立题统统做完了 我们再来看影片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十一张第六题 一根细弦 密度是这么大 弦上坡的函数是这个 坡函数 任意时刻的坡函数 始终长度的单位是公尺 X的单位用公尺 时间的单位呢 用秒 现在要求 这跟弦上的张力是多少 张力是多少 那你现在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你就想这张力 跟什么有关呢 张力跟什么有关呢 跟他的传播速度有关 对不对 横坡的传播速度等于根号 张力 所以 NU 我们就得到张力可以是这个东西 那么NU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的是Omega跟K 那我们就想办法知道Omega跟K啊 那他现在告诉我们 他这个坡函数是这个啊 那X前面这个系数 就是K啊 T前面的系数就是Omega 所以那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从这个式子我们马上就知道 K呢 有一个radian per meter Omega呢 是30个radians per second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就得到张力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再看第二个例题 一根长是三公尺的细弦 两端固定 悬上坡的传播速度是 每秒100公尺 今天要在悬上产生三个铸坡环 三个铸坡环 它最大的振幅是一公分 问铸坡的频率是什么 写出铸坡的波函数 写出铸坡的波函数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 驻坡的问题了 驻坡的问题了 那驻坡你马上要想到 它的函数 跟行进坡 不一样 两端固定的鞋 我们捣过呀 它的坡函数是什么 那我们应该要知道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 它告诉我们产生三个坡环 三个坡环 现在要求频率哦 求频率 那么我们就想啊 驻坡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条件 就是说 你这个坡 坡长一半 这整数倍 要等于 这个弦的长度 那现在我们 已经知道弦的长度了 对不对 N呢 是一二 一二三都可以 那么 我们现在 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 传播速度 它告诉我们是传播速度 并不是告诉我们Lamina 那我们就用 Lamina乘F等于V 再进去 这就是 这个设计就变成这个 于是啊 我们就求出FN 驻坡的频率 就是N 这个是它斜正坡了 N等于一二三四五六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看 它现在 是三个坡环 那就是表示 N等于三 对不对 L已经告诉我们三公尺了 你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就得到频率了 所以驻坡的话 你记住哈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 驻坡的条件 然后两端固定环的话 它坡函数的 坡函数的 柿子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 好 那么这个 写出驻坡的坡函数 好 这个是要你写出来 那没问题 那我们就想 讲 第一个 假设它向右传播的是这个样子的 行进坡 然后它反射回来的是这个 合成坡就是这两个相加了 因为这个我们求过 A 这个A' 本来一个A' A' A'等于A嘛 那么 你看这就是驻坡的形状 看到没有 这个一定要记住 或者说 你不记这个 你就记这个 两个加起来也可以 那么驻坡的坛数是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正幅 2A就是它的正幅 它最大的正幅 一公分 那就是2A等于一公分 一公分是0.01公尺 那么 最大的正幅 驻坡的 好 这个2A就是这个 那现在你就把这个0.01 就可以换到这个地方来 好 你要求这个坡函数 你还要求K 求Omega Frequency我们知道了 Omega等于2πF 就是用F用F3 等于这个 K呢 Omega over mu Omega over v Omega over v 那么 这个坡数 V等于K乘L K乘Lamina 这是一个 我们国中就学过 现在你要多学 多记一个 V等于Omega over k 就是说 V等于 F乘Lamina 也等于Omega over k 就要记住 那么从这里就得到这个 它是等于Pi radius per meter 那么这个求出来 这个求出来 这个求出来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得到这个破函数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一根质量 密度是7.47乘10 负3之方 KK over m的细弦 一端固定于震荡器上 另一端跨过滑轮 旋调一个重量 VW的发码 从震荡器到滑轮之间的长度是7.3公尺 震荡器的频率是20个Hz 若要这根旋 分别产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环 那么它下面旋的发码的重量 分别是若干 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 有时候我们做题目 它题目没有给我们画图 但是我们自己要把图画出来 滑轮下面一根旋 下面旋掉一个发码 这个震荡器 滑轮上面就产生驻波的破坏 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我们随便画几个 好 以致什么呢 习量密度 我把它写出来 好 长度 7.3公尺 频率 20个Hz 好 我们要产生这么多个破坏 现在要求什么 求W 求W W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绳子的张力 对不对 就是张力 你要求张力 那么什么式子跟张力有关呢 那我们就想波数 波数是等于S over mu 开根号 然后这是它的频率 频率 这个 这个要记一下 记一下 要求Frequency 的话呢 就Frequency 它已经 它已经告诉我们frequency 那我们就可以由这个式子 把张力导出来 张力就等于这个 那么现在 N等于 1234 N等于1的时候 就一个波环嘛 你把这个带进去 N等于1就是 4L平方 F平方 mu 等于这个 640个牛顿 那等于2的时候呢 W就等于S2 那就是2的平方 就等于这个的四分之一倍啊 等于3的时候就等于这个的九分之一倍啊 A等于4的时候就十六分之一倍啊 那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好 就是说 你要记得几个 关系 这几个关系 你一定要记起来 诸波的话 你要记什么 波函数 诸波的函数是什么 构成诸波的条件是什么 诸波会产生自然频率 对不对 那这个协证的serious是什么 还有 还有 横波的 波数 等于根号 S over mu 等等 不外乎用这个来做啊 你把这几个用手了 你做一个题目做完了 不要马上就丢掉 你想一想 这个题目 应该从哪个地方 开始做下来 会成为一种 就是说 一个很有头绪的一个 一连串的步骤 你要想一想 你每一题都想一想 然后你就会有 会归纳出一个结果出来 那这个就是你的新哲 以上讲的是什么呢 是正弦形态的波 正弦 如果有非正弦形态的波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 我们有一个理论 根据富利业定理 Furious Theorem 一个任意形态的周期性波形 它也是有周期性的 但是它不是正弦形态 那么我们可以有 足够像素的 这个Sigma N等于好多好多像 你不一定要取无穷多像 有足够像素的这些 斜正波 像正弦波 虞弦波都一样 把它加起来 合成 这样合成以后 你取里头的某一些像 不是所有的像加起来都可以 去某些像 合成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 我们这个任意形状的一个 任意形态的一个 周期性的一个波形 那么这个里头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AN 就是这个系数 这个FN的时候 就是AN FN就是什么呢 等于 F1 它是一个邪正系列 F1 F2 F3 F4 它是F1的 N倍 就是第N个邪正波 的频率 把它这样加起来 那么这个数字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形状 就是说把2πFNT 把它变成这个 把它变成这个 N omega T OK N omega T 因为 Omega等于2πF 那当然这个F我没有F1的话呢 那这个FN我们就是用N倍的F1 这样子 OK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波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现在要看看我们FURIER Theorem里面我们取哪几项可以构成这样的波形 比如说我们先只取六项好了 这是我们只取这六项来看 这个前面是这个常数是1 这个二分之一等等 2 是3 4 这样子的话 假如我们取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把每一个这个波都画出来 就像我们这个里头的 然后利用这个波的重叠原理把它加起来呢 合成以后啊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 变成这样子 这跟我们实际上的波还是有一些差异了 对不对 因为你取的只取六项了 还不够嘛 你要多取几项 多取几项不是随便乱取 它你要有办法 我们这里先不讲这个 怎么取法 取足够的话呢 你可以构成这样的一个波形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非不是一个正弦波 我们呢 可以用Furial Theorem 取它的像素 足够的像素 我们可以合成 那个波以后啊 你们会用到 目前呢 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就好 现在最后一个例题来看 一条长是L 质量为M 密度均匀的绳子 垂直悬吊于天花板下 我们把这个画出来 这个天花板 这是绳子 这是绳子 OK 好 现在我们 我们要求横坡在巨绳下端Y公尺高处的速率 横坡 比如说我们有横坡从这个地方传上去 这条绳子往这里传 在Y公尺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速率是多少 它证明 它证明数率等于根号GY 横坡穿过整条绳子的时间是 证明等于2根号L over G 好 首先我们就 你现在怎么样去做呢 让你求Y公尺高的 这个地方的坡的速率 对不对 我们就把坡的速率写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我说过 你要记住 好 然后呢 因为这个张力啊 绳子是垂直悬吊下来 它又有质量 所以张力呢 每一个地方的张力都不一样 张力是位置的函数 可是它的密度啊 实际上密度呢 是均匀的 都是全部的质量 被总长度来除 是等于这个 这个就等于公斤 多少公斤 per meter 我们现在 就从神的下端 当作Y等于0 上去Y公尺的地方 我们取一段DY OK DY我是画的这么长啊 其实DY是一点点 就是一个点啊 我们要求这个地方的张力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Y公尺高处的速率 这个速率跟这个地方的张力一样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取一段长度基数 DY 那 DY呢 这一段长度啊 DY其实就是一个点 我们把它放大了 变成DY 好 那么这个DY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的张力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张力呢 这个张力 它就是等于 本Y DY 这个画的有点瑕疵 应该DY 这个Y应该下来一点 在这里 DY是这个 DY是这个 这个是张力 DY应该是画在这里 好 我们知道 这一段的质量 这其实是一个点 它受两个力 一个力就是 下面这一段绳子 下面这一段绳子 拉它 下面这一段绳子 下面这一段绳子 的重量是W 然后就是 上面这一段绳子 给它的张力 S 好 利用这个平均的第一条 S-W等于零 那么 从这里我们就得S 等于W W是Y 公尺高的这一段 我这个画坏了 这个应该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DY应该挪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它等于 MU 乘上Y 因为MU是每公尺 多少公斤呢 再乘上G 就是MG 好 那么 我们再把MU 等于这个 带进来 这是张力 有了张力以后呢 我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带进去 就得更好G 跟这个一样 你回去 把这个重画一遍 再看 现在要问 坡 要 船 整个 绳子的长度的时候 要多少时间 那我们就先看 这个坡 穿过长度 激素 DY的时间 是多少 DY 就是很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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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其实跟位置有关 位置不同 速度就不同 但是对DY来说 因为DY实在短得不得了 它approaches zero 所以在这个长度里头 它的速率呢 我妈妈乎乎可以当作是一个定值 就是它的改变不显著了 我们就用这个 那么V呢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带进去 它经过DY的时间是DT 那么经过整个长度的这个时间呢 那就是DT的积分呢 就等于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就是2 跟L over G 这是你们的一个习题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要看几个影片了 会讲一扇没有 看看那个讲一扇没有 我会把它登到这个 网络大悬里面去 我们说这个 两端固定的弦 它有自然的频率 对不对 其实 任何固定形状的物体 都有自然频率 我刚刚说过了 杯子也有自然频率了 房屋 房子盖好也有自然频率了 桥梁也有自然频率 那今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茶杯 茶杯有自然频率了 那么一个南高音 就是它的声音频率很高 然后呢 它的中气很足啊 就是它出来的power很大 它唱歌的时候 如果一个频率 跟杯子的频率 杯子的一个自然频率 一样的时候 产生固振 这个杯子 震荡得很厉害的时候 就会破碎 桥梁也是一样啊 很出名的一个吊桥 它因为受当地的一种 风吹的关系 那风的这个频率 跟吊桥的自然频率 有一个自然频率 很接近 所以这个吊桥就开始共振 第二个我们看南高音 正碎玻璃杯 好 现在我们来看影片 这个长有2800公英尺 38英尺宽 这是在建这个吊桥的时候 好 这个吊桥 好了 那些通车典礼 好 那么在1940年 11月7号早上 10点钟的时候 这个桥受风吹 开始震荡 你看它 它扭动 你看到没有 这个吊桥的车典礼 工程师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走在这个中线上面 看到没有,那里震荡的最不显著 哇,震荡的好厉害 到11点10分的时候 这个桥就崩溃了 掉下坏掉了 一个钟头10分钟 震荡一个钟头10分钟 好吧,我们就再看另外一个 现在我们看南高音 当他的频率跟玻璃杯的频率 玻璃杯的一个自然频率 相同的时候 它会让这个玻璃杯产生共振 如果这个人的 如果他的power功率够大的话呢 这玻璃杯会震税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老兄拼命喊也不会破 在红南岳阳军山岛大展石喉宫 用高达100战队上有碳调 连续振破三个高脚玻璃杯 三个,前里温德拉和11名中国民间大导门 一起在红南省岳阳军山岛 一战深喉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比评后 包括中国猴王李雪东 和声音频率高达1200赫兹的 余玛维卡斯正海变在内的其他选手 均挑战失败 2005年 在美国的某党节目中 杰米·温德拉就用自己的声音 击碎了一个玻璃酒杯 首次证明个人声音 能击碎玻璃书法的正确性 那么今天他能否再次 走证这个书法的正确性 杰米对于这个玻璃杯的破碎有点意外 他在现场表示自己只是在失声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为了调整自我 杰米决定继续调整 随后他再次用高音将另一个玻璃杯振碎 正过杯子他也是一个科学 他并不是谁的声音 更大 但是我没感觉这个美国的专业 他不是我来一波念过 我真是没念过 杰米在挑战第三个玻璃杯时 遇到了困难 他在连续挑战几个杯子失败后 才正破第三个玻璃杯 挑战结束后 杰米显得异常的兴奋 他直言 这是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过的目光结果 对于温和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 女高音正碎玻璃杯 好拽啊 不破 没有破 生气了 因为他拼了 这个不是玻璃的酒拼 所以他正不破 好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